國外人不見真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也是很可怕 然後我這個呢 就是被抓上 歌盛賊車 這太可怕了 所以現在歌盛已經進展到有鑽車 他們是集團喔 是集團耶 是集團喔 我有一個朋友呢 她就是非常我行我素 然後她也是一個很開放的女生 其實在台灣的時候 她就很喜歡跑夜店 然後有一次我們一起去墨西哥玩 她就說我們晚上的話 我們去找一個夜店嗨一下吧 我們就找了 就是Google找了附近的一家酒吧 然後我們就去了 那裡面各色人種都有 然後我們一開始就點 就一人點了一小杯酒 這樣小桌一下 然後喝了幾杯之後 那個朋友就說 她想要去上廁所 我說那妳要上廁所 我陪妳去好了 她說不用啦 妳不用陪我去 她可能想要上大號比較久 她就不想我陪她去 她說她自己可以 好 她就去了 她就後來就十分鐘都沒回來 我想說應該上大號吧 十分鐘還好 那過了二十分鐘 還沒回來 奇怪了 她是那種很有酒膽 可是酒量不好的女生 我想說該不會是 那個酒性發起來之後 她在廁所睡著吧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去找她一下 因為已經二十幾分鐘了 我就去廁所找她 推開一間一間 居然廁所裡面完全沒有人 我就覺得天啊 她人去哪裡 我就回去跟我其他姐妹說 她人不見了 去哪裡了 不知道 我們就整間酒吧裡面到處找 都找不到她的人影就對了 後來我們就整個很慌張 因為時間已經大概 四十分鐘過去了 因為 然後來這邊之前 其實我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墨西哥 就是在酒吧 把喝醉的人抓走 然後你醒來的時候 你的腎臟 有些器官就不見了 就是她拿去賣掉 她有幫她縫好吧 她有縫好 但是就不見了 或是有 還拿到一張捐贈證書 對 感謝狀 認證過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很擔心 想說該不會遇到這種事情吧 然後我們就到處找 然後我們就找到外面之後 就在我們酒吧旁邊的停車場 就看到她跟三個男生 拉拉扯手 然後她已經有點醉醺醺醺這樣 然後就跑衝過去 就馬上把她攔住 然後就說 就是罵髒話 然後就亂講一通 就跟她講說她是我朋友 妳不要想要幹嘛這樣 我們就趕快把她拉走 我就覺得很可怕 因為人生地不熟的 她如果把她拉走 我們也不知道她把她帶去哪裡 危險 完全救不回來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演藝圈 我聽到 最玄妙的一次旅行 鄭金醫先生大家都知道 一哥在三十幾年前 因為現在講的這幾個人都是 高齡峰 高大哥 胡瓜瓜哥 他們參加當時有台華視那個 梅花訪問團 到那個北美去做宣位僑胞 最後一站是在舊金山 後面訪問團還有繼續的行程 但是他們三個人要回來台灣露營 所以非得了第二天的飛機 他們想說 她今天白天沒事 來 最近的賭場叫雷諾 他們花了四個小時 包車包去雷諾 然後去玩雷諾之後 當天晚上就回到那邊 準備第二天要回家 結果車子回來 回來到舊金山 突然聽到一哥喊了一句 完了 完了 那不可能 畫清楚 不用考慮 護照不見了 留在賭場裡面 完了 隔天早上 這個一大早就要去坐飛機 那個僑胞聯絡了就趕快聯絡了 賭場有沒有找到 哪裡有沒有找到 後來真的找到 但是送回來 必須最快是明天早上八點鐘 但是十一點的飛機 八點鐘來得及 結果八點 沒有來 九點 沒有來 完了 十點 最後一班巴士要去機場 沒有來 完了 完了 一哥又留下來 前一天跟大家 唱歌 跳舞 然後擁抱 再見 再見 第二天他還在 對 當天晚上護照才送來 怎麼那麼久 護照送來的熱心的華僑就說 一哥先生因為明天有一班 在LA飛機要回台北華航的 只要改一下機票 你就可以去那邊坐 他說好... 第二天他不是到了機場嗎 對 飛機還沒來 那飛機是下午 1點鐘 2點左右的飛機 他早上9點就去了 9點的飛機就去 好 東西吃一吃 準備要登機了 沒多久差了牌子 這本班飛機 DELAY DELAY 他就在那裡等 完了... 10點 DELAY 天啊 11點 終於可以飛了 然後他就上了飛機 又等了一個小時 飛機起飛了 因為他很慢才買到機票 所以他坐在很後面 他一直在空空腳 MISS MISS PLEASE I must go Go back to Taipei Tomoto I got my walk No problem No problem Time is ok 可是很緊張了 飛機飛... 降落了 時間快到了 然後飛機上有人就敲解廣播 意思就是各位旅客 因為後面有一個趕飛機的 所以呢 你們待會兒要下飛機的時候呢 要讓開讓他過了就對了 他從最後面 他說第一次看到美國人那麼可愛 擠滿了走道的 一兩百個人突然間讓開 像摩西村仔一樣 就看著那個 好大改 那個空東小姐抓著他的手 快 就狂奔 就狂奔 一出去他沒有入他國內關 他直接從那個斜梯下來 有一個吉普車就在等他 他一上去 另外一個工作人員說 No problem 拿到他的護照就 從國內線一直轉 走到國際線 遠遠的看到哪一朵梅花有沒有 就覺得我離家近了 對 我回家了 結果 一進去 他的小心力又過關 通橋 是你沒有錯 一走到那邊 華航的機門關起來 關起來 對 那個小姐告訴他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國際規定時間 這個時間只能關起來 完了 走出來就跟那個航空公司講說 是因為你們一直用最爛的英文公司 我沒有錢了 我現在怎麼辦 我會流落LA嗎 想辦法 這樣好不好 明天華航有一班 對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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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從 因為那個國內飛機 又把他講... 講到他又飛回去原來的飯店 飛回去航空公司 然後看到所有的樂隊朋友 又見面 你怎麼又來了 不是說好的再見嗎 對 所以他後來寫一首歌就是 今夜我想喝醉 那天晚上又跟大家擁抱 又跟大家唱歌 天啊 第二天 終於在下午的飛機坐上去 回到了台北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請點選旁邊 請點選旁邊 ação字幕請問